接下来要说的武汉这个醉酒司机也真是不一般啊 竟然开车的时候打起了瞌睡 让车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在路上滑行 你说这得多危险啊 11月24号晚8点 一辆银色富康笑车驶入武汉市转阳大道 创业东路路口转盘后就明显减缓了速度 最后在路中间停了几十秒 然后又缓慢行驶了一段 最后在路边停了下来 这奇怪的一幕正好被路口直前的巡逻民警发现 担心司机突发疾病 民警赶紧上前查看 原来这位司机是喝多了酒 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民警帮助司机宋某把车开到路边 同时通知交警对宋某进行酒精检测 没想到宋某却说他没有开车 我们后来把死病调取来了之后 驾驶员本人自己承认 从朋友家开到这个地方来的 经过酒精测试已检测 宋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14毫克 确认为醉酒驾驶 随后宋某被移交武汉市公安局 交管局最佳办案中心做进一步处理 好